今年是南京大屠殺80周年 BC市維會將會在後日國殤日 在溫市市中心舉行活動 悼念南京大屠殺的30萬名死難者 和亞洲二戰號劫的3000萬名死難者 該會呼籲華裔社群積極參與 我知道今年是南京大屠殺的80周年紀念 在國殤紀念日後日你們會有些紀念活動 你可以說一下怎樣 因為大家都知道國殤紀念日 我們通常會有一些悼念活動 主要是為一些軍人 即是他們為和平而犧牲的軍人作出悼念 但其實也有一個叫做白色鵪叔的和平組織 其實歷史也是很久的 1926年已經成立 在溫哥華這個組織也會搞一個悼念活動 我們針對的主要是為悼念一些平民 因為一般紅的鵪叔花是悼念軍人 這是一個白色鵪叔花的悼念 主要是為一些在戰爭中死難的平民 其實這是一個反戰的和平組織 而我們因為今年是80周年 所以我們市維會特別會去那裡獻一個花圈 就是為南京30萬的死難者 當然也為亞洲戰場裡犧牲的3500萬的平民死難者 作出我們的悼念 我很希望我們華人都能夠參與這個活動 你選擇國殤紀念日來做這個活動 是否覺得在戰爭中的死難者都不應該被遺忘 除了是士兵之外 是的 因為其實在戰爭裡 其實最大的受害人 除了當然是參戰的軍人 但其實平民是因為 沒有任何自己的一些智慧能力 所以特別是小孩子、女性 都是一些最容易受到傷害的 所以我們特地希望能夠為一些平民作出一個悼念 而這個活動就是在星期六 我們都為了避免和洪欣叔他們的悼念有衝突 我們的時間就是在兩點半 下午兩點半到四點 就是在一個叫做C4和平公園 就是在布拉甲一街的 我就是很希望我們華裔都能夠 和其他的族裔一起參與這個 為了悼念這個平民的這些紀念日 因為裡面我們小圍堡 我們覺得我們一直都是為一些死難者 或者受害人 暴行的受害人爭取他們的公道 所以我覺得是很適合我們一路工作的目標 那個悼念的形式會是怎樣 就星期六那個悼念就是 主要就是會有獻花 還有也有不同的團體也會出來有支持 也都是歡迎大眾一起參與 為什麼這麼想多些華人去參與這個活動 有什麼特別的理由 因為其實我們華人都會有參與那個洪欣叔 我知道 但是對於這個白欣叔 因為我們是為了這個平民 我也希望能夠給其他的族裔 或者當地的主流都知道 其實我們華人對於這個國殤紀念方面 對於這個平民也是沒有忘懷道的 都是一樣會悼念他們 也希望透過我們的參與給他們知道 我們其實華人都是為這個和平 都是我們的目標 還有希望能夠令到這個世界 真的不要再有戰爭 那南京大龍殺80周年 你們除了有獲生理人的活動 我知道你們有其他活動 可不可以說一下 其實我們今年因為80周年 所以我們有一系列的活動 大家都知道 我們每年都會在12月 會有給中學生的研討會 今年我們仍然會有這個研討會 就是在10月7日和8日 就會在SERRY的學校 叫做Gilford Park Secondary 我們的主題就是南京大屠殺 因為今年是南京大屠殺 80周年 而特別的是 我們今年請到一位 就是日本的老師 這位女士叫崇江環 她在過去的30年 她都是一路為著這個南京大屠殺 做了很多的研究和調查 最特別的是她自己能夠找到 超過300位日本的這些老兵 作出對她們一個採訪 和跟她們的證言錄影錄音 也是她採訪過超過300位 南京大屠殺的幸存者 所以她這些採訪工作 就出了書 也拍了這個紀錄片 第一我們就會在學生研討會 邀請她來和我們的中學生 應該有接近800位的學生和老師 是參與的 就是講出她自己的 對於南京大屠殺的調查 和這些看法 以及為什麼她覺得 作為一個日本老師 認為在日本 她應該要教導這段歷史 以及她希望 寄望加拿大的學生 為什麼要學這段歷史 就會跟學生說 這是一個 第二個 我們都希望公眾 為了悼念 南京大屠殺 80周年 有一些參與 所以我們都會 在列治文的公立圖書館 在12月14日晚6時9時 在那裡都有一個悼念活動 我們做什麼呢 我們會介紹 我講的那位重江環女士 她的紀錄片和她的書 包括她的紀錄片 叫做 《一千三百人消失太平門的一千三百人》 還有另外一本書 英文叫做 《Torn Memories of Nanking》 就是南京的痕跡 希望大家可以來參與 可以看一個紀錄片 也可以介紹這本書給大家 還有一個悼念 少許悼念的儀式 再講一次 在列治文公立圖書館 就是12月14日 晚上6時45分 可以去列治文圖書館的網站 登記 因為我們那個位置有限 也是用英語進行 所以我很希望 不僅是我們華裔 也希望我們能夠帶到一些非華裔的朋友 還有他們年輕的一代 一起來參與這個 12月14日的活動 我知道你們的市維會 很希望本地的白人學生 都認識亞洲的戰爭歷史 你們經過這麼久的努力 是不是覺得 他們對於亞洲歷史 已經認識很多很多 我想現在 因為我們其實市維會 都有20年的歷史 我們是1997年成立的 2001年開始 也因為有了這個教育廳 跟我們合作出過教材 所以經過過去 十幾年的工作 努力 我們也帶了老師 去亞洲 跟一些幸存者 見面 採訪他們 和一些歷史學者 和參觀當地的歷史為止 等等 所以多了老師認識這段歷史 變成他們多了在幾個學校裏面 正是教 加上我們又由2009年開始 我們有每年的學生研討會 實際上現在是多了學生認識 而且因為 我們都就著現在社會科的新的教材 我們發展了一些不同的教材給老師 就著南京大屠殺 慧安府 入軍生化戰 以及加拿大老兵 他們在香港的待遇 以及其他在二戰裏面 那些盟軍的戰夫 他們的待遇 是做了四個不同的教材 都很受老師歡迎 也有邀請我們去他們學校 幫他們做這個講解 所以現在事實上是多了學生認識 第二第一章 第二章